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里 大家好,我是刘碧荣 欢迎您在这收看和风谈判课程 今天我们进到第十五讲 谈判战术锦囊的黑白脸篇 黑白脸,每个人常常都会讲 啊,你唱黑脸唱白脸 那黑白脸它的战术 有些什么样特别的一个技巧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或者我们刚刚入行 刚刚开始学谈判的人 我们马上要进入状况的 黑白脸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那首先呢,我们在往前讲之前 那必须先了解一下 黑白脸战术 谈判的时候你会碰到 对不对 那你碰到呢 通常我是主张啊 不要马上揭穿人家 或戳破人家 说你就是黑白脸 对不对 美国人写的书有这招 有些美国人就建议说 你跟别人谈判的时候 人家黑白脸 你当场就把它搓穿 你在玩黑白脸战术 对不对 那我通常不主张这样做 因为你这样做呢 会让人家 人家本来是黑白脸 你把它搓穿了 恼羞成怒 它不是黑白脸 它给你变脸 那你受不了 对不对 好,那假设不谈黑白脸 不谈怎么阴影 那我们怎么操作呢 那这里面几个操作的原则 第一个记得下黑上白 底下的人藏黑脸 上面藏白脸 下黑上白 也就是我今天是扮演 领导的一个角色 那我扮演是领导 我是领导 我是一个白脸 可是白脸必须要有黑脸 搭舞台 白脸要有黑脸 搭舞台 它要衬出来 然后我的白脸才可能出现 对不对 下黑上白 下黑上白 就是必须要有一个黑脸搭舞台 以前美国有些企业家 有些他就是我这种玩法 一些美国好几个大的企业家 他们常常在谈判的时候 都是找律师先出来唱黑脸 律师出来唱黑脸 唱完之后 然后老板就偏然出现 假意把律师骂一顿 然后跟客户讲说 不好意思 律师不懂事 我老早交代了 这种事情不需要跟别人可以争 跟您呢 就不必争了 你看他不懂事 不好意思 这样子一下 对方呢 往往巡浮的不得了 巡浮的不得了 所以下黑上白 那有人讲说 老师下黑上白 如果领导出来都出来放 那以后人家就直接找领导了 找我干嘛呢 好 所以我们学谈判 稍微学得更精致一点 我要讲的是 不是领导出来都要放 而是说 如果要放给他的话 我们让领导来扮演好人 这就叫做恩出于上 所有的恩惠恩责 出于我上面那个人 所以恩出于上 所以就是不是领导都要放 而是如果要放的话 我们让领导来放 所以有的人 有的人呢 他这个当Sales 他跟他的总经理说 总经理 那您出来签约的时候呢 我留个5%给你放 总经理可能只放4%3% 可是他手上得有东西可以放 对不对 所以这个白脸是让总经理来做 好人让我上面的领导来做 这样子其实比较好转 那其实我当底下的人 我也乐意啊 我也告诉我的领导说 包括领导 那我出去唱黑脸 那您呢 如果觉得我什么地方讲的不对的话 你随时纠正我 你随时纠正我 那么于是我知道我唱黑脸 如果过头了 他能把我拉回来 他能把我拉回来 那拉回来 这样子才能够有所谓的下黑上白 这中间就可以讲很多 讲很多 于是我就跟领导讲 有些话你不方便讲 讲了不好转环 我帮你来讲 因为我扮演黑脸的角色吧 对不对 那黑白脸呢 未必要同时出现 未必要同时出现 所以可以比如说 我今天唱黑脸 我也许都唱黑脸 都唱黑脸 然后我跟你讲 然后我跟你讲说 哎呀王先生您是真厉害 你通天的呀 因为我昨天给你这个什么 给了旗线以后呢 我回去 结果我老板特别交代 跟别的公司可以给旗线 给你们公司就不要给旗线了 哎呀你比较厉害 那其实老板可能也没有 就是我一个人在扮演两个角色 我在人前 我都是黑脸嘛 然后我告诉你说 你好厉害啊 你跟我老板居然可沟通了 那你说你这样讲 那对方会怎么讲 对方总不会说 没有啊 我不认识你老板 不会吧 他得了便宜 不会这样卖乖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唱黑脸嘛 可是白脸的角色 我也唱 可是我不在现场唱嘛 我说家里的白脸告诉我说怎么做 或者我今天唱黑脸 那我唱黑脸呢 那黑脸呢 或者我唱 对不对 白脸在家里 或者我今天唱白脸 黑脸在家里有可能啊 我说我内部的鼓动很强硬啊 我老板没答应啊 黑脸没有跟白脸同时出现 你一个人只要专心扮演好 一个角色就可以了 你不要忽黑忽白 这样人家很难解读你这个行为 那最后就是 如果双方都在唱戏 我常讲双方都要唱戏 你既然我们前面一开始讲 不要把对方戳破 那你就是双方都唱戏的时候呢 跟着节拍律动 跟着这个节拍动 你明晓得他是黑白脸 那黑脸唱完以后 白脸出来放 你就要表现出来 很感激那个白脸的样子 然后欣然的就达成协议 也可以 就是很多时候 黑白脸它是戏 既然是戏 那你就跟着一起 把戏唱完吧 我们的目的不要忘了 咱们是解题嘛 如果解题能弹成 协议能弹成 跟着一起唱戏 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一个经验 是不是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讲 再见 这是一场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期再见